列車緩緩停靠花蓮站鐵道迷特地拿起手機記錄這一刻 台鐵EMU3000新成績列車今天正式投入營運 但一上線就突出 廁所自動門緊閉貼上故障封條 一靠站工作人員先上車支援檢修 首發第一天就出包讓網友笑稱很台鐵 而台鐵調查後也趕緊發出聲明表示 408次廁所門故障是因為自動門控制器異常 導致無法開關 列車長已經先行疏導列車抵達台東後 就會立即更換控制器恢復使用 雖然有小狀況民眾前來體驗搭乘 心情還是相當興奮 很舒適他真的不輸日本耶 非常舒適 這個就明顯不會晃動 整個列車有12節共538個座位 其中最特別的就是第6節的藤雲座舱 只有30個座位 但位置寬敞還有特別設計的專屬便當 就算從台北到花蓮的車票要價800多元 也依舊被搶購一空 回來才有訂到票 因為去的時候是很難搶票 如果有機會您再做EMU3000 那會考慮還是一樣購買商務艙 會 交通部長王國蔡也表示 會在要求台鐵用最嚴謹的態度驗收 確保行車安全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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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